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疯狂的哈姆莱特》 故事一开始,演员大壮正在失戏,但在表演了几分钟后,面试官当即就断言,大壮不适合这个角色 大壮表示自己特别需要这份工作,也特别热爱表演 不过面试官依旧没有给太多的情面将大壮请出了办公室 此时的办公室外还有许多应聘者在排队等候,大壮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就沉默地离开了 从坐电梯时,大壮看到电梯外贴着招聘哈姆莱特演员的广告,那是立马就来了兴趣 这时大壮的一位老熟人走了过来,这个名叫阿壮的男人仪表堂堂,对大壮也表现得十分熟络 不过大壮在看到阿壮后却是爱理不理的态度 原来阿壮也是一位演员,只是为了生气他不再注重演技,甚至拍起了一些垃圾产品的广告 大壮有些看不起阿壮,说他没有职业修养 阿壮则劝大壮尽快改变自己的外貌形象,不要再去上那些无谓的演员课程 毕竟颜值才是娱乐的本钱 大壮听后对此嗤之以鼻,回到经纪公司之后,经纪人劝说大壮去做整容 因为现在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不过大壮却依旧坚持着原则,声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演员,并不是什么卖笑的 他请经纪人帮自己联系哈姆雷特这个角色 不过经纪人表示自己带演员也是有成本的 既然大壮不配合,那么就请他离开 大壮沮丧的回到家,却发现女朋友要和自己分手 家里已经快被女朋友搬空了 更惨的是,房东也把没钱交租的自己给赶了出来 此时的大壮已经一无所有了 他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按照电梯上的广告地址去应聘哈姆莱特 到这里才发现,阿正居然也来应聘了 阿正跟大壮打了个赌 表示就算实在这么一个免费荒凉的剧院,导演也不会要大壮 而是会选择外形完美的自己 之后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此时的导演正在导戏 导演让饰演哈姆莱特的演员亲吻手里的头骨 演员不愿意,声称这头骨是塑料做的 导演一听立马大怒,大声询问自己的道具怎么又丢了 之后抽出空来的导演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大壮和阿正 导演看了看阿正,声称他的气质和长相都非常适合扮演哈姆莱特 导演决定将史上独一无二的哈姆莱特这一角色交给阿正 大壮有些生气,这可是哈姆莱特呀 选角色怎么能这么随便 他看着嘚瑟的阿正越想越生气,于是直接溜进了化妆间 拿绳子勒死了阿正 随后处理好尸体的大壮走到剧场上告诉导演 阿正因为切场提前离去了 并向导演毛随自荐说自己绝对敬业给力 没办法,正确忍受的导演只能表示兼用大壮试一试 就在大壮对着化妆镜尝试出哈姆雷特台词的时候 导演就进来了 导演表示大壮即将饰演的不是哈姆雷特 而是一个已经死去23年的头盖骨 大壮有点懵,导演接着说道自己为了逼真 一般都选用真的死人来演的 大壮听到这里有些害怕 他跑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结果发现里面全是死人 导演杀了近一半的剧组人员 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头骨 之后导演默默拿起了斧头 他告诉大壮本来阿正更加适合用来制作头盖骨 因为他的骨骼部位看起来更加突出 不过现在换成大壮也不是不可以 紧接着导演宰掉了大壮并扒掉了他的脸皮 画面一转哈姆雷特的表演者正拿着大壮的头盖骨在表演 还生情并茂的亲吻了头盖骨 而站在幕后的导演表示大壮说的没错 他的确要比阿正更适合头盖骨这个角色 影片的最后随着警笛声 轻插闯入了这个免费的剧院 逮捕了这个几乎变态的剧组 而剧院外到处都对着垃圾 大壮的脸皮就这么被随意的扔在垃圾堆里 最后被狗叼走了 不得不说现在的确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长相平平 但依然受到大众热捧的实力派演员 说道理实力才是硬道理 有些人每天在抱怨